说实话,我跟您交个底,在我心目中,那江坤真就不是人,那是神 都说德音社里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 而主流界的流氓头子那就非戴志诚莫属了 将媳妇闺蜜变成自己老婆 这种三流吐血偶像剧的剧情竟然在主流界真实上演了 主人公就是喜欢给别人戴帽子,尤其是鲜艳帽子的小戴 老郭的师父就是受害者 朕应了那句话,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得带点绿 为了替师父讨回公道,老郭根据这些个事改编成了一个作品 活气线子,一度成为德音社的经典段子 小戴究竟是怎么得手了,中间又做了什么事情,又为何称江坤为神,如今又为何倒戈江坤支持老郭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要说侯耀文和戴志诚的关系 这还得从两个人的师父那里说起 侯耀文的师父是赵佩如 有朋友可能会问,侯耀文的父亲侯宝林,那可是相声大师 为什么不跟着自己父亲学习呢? 熟悉德音社的都知道,于谦的儿子拜郭德纲为师,郭德纲的儿子拜于谦为师 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传统相声要求特别严格 被自己的亲骨肉舍不得管教,所以就只能邀请别人教育 说到戴志诚,估计有人不认识 但是说到搭档江坤,那就人尽皆知了 他就是江坤多年合作的搭档,60年出生,比侯耀文小了12岁 戴志诚的师父是李伯祥 而李伯祥又是侯耀文的同门师兄弟 所以按道理说,侯耀文要比戴志诚大一辈 算下来怎么着也应该叫一声师叔 既然师叔同门,关系自然差不到哪里 除了辈分上有关系,两个人住的还是邻居关系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平日里两家也经常串门走动 所以关系影响很不错 侯耀文一共有四次恋爱,两次婚姻 恋爱就不说了,谁还没有情窦初开的时候 第一任妻子是刘燕,是一名舞蹈演员 两个人是在铁路文工团里面认识的 当时刘燕个子高,长得还漂亮 追她的人从团里排到了法国 侯耀文就是队伍中间的一员 因为两个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 走得自然醉寂 慢慢的,侯耀文很快就俘获了刘燕的芳心 在那个年代,恋爱关系都很谨慎保守 未结婚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很快,侯耀文就和刘燕结了婚 婚后没多久,刘燕就生下了一小宝贝 侯耀文给她取名叫做侯赞 有了女儿之后,刘燕干脆辞掉了团里的工作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而侯耀文作为家里的顶娘柱 就在外一直打批 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侯耀文渐渐有了名声 也挣了不少钱 在外面认识了歌手维维 两个人认识的时间虽短 但是侯耀文却动心了 无论维维有什么演出,侯耀文都车接车送 很是宠爱 为了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女儿和妻子 即使这样,侯耀文也不顾妻子的劝说 不顾父亲的反对 她还是毅然决然的和妻子刘燕离婚了 女儿侯赞由母亲刘燕抚养 为了不让女儿受委屈 刘燕决定一个人将女儿养大 就这样,侯耀文的花边新闻越来越多 而刘燕的消息却越来越少 慢慢的也就脱离了原来的妻子 本以为和刘燕离婚后的侯耀文 将要和韦威结婚 谁知在外拍视影视剧特刑警察的时候 遇到了比自己小20岁的原因 两个人因戏生情 于是便正式恋爱了 虽然家里人都不支持这段婚姻 但侯耀文还是力排众议 最终和原因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5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 因此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原因 结婚之后并不再混进演艺圈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有时候还会帮助侯耀文一起研究作品 生活也很幸福 当时的侯耀文 已经从相识小学徒 混到了取协副主席的位置 每天都很忙 有时候还经常出差 一远几天都不回家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戴志诚登场了 每次侯耀文出去出差的时候 就把妻子和女儿托给他照顾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戴志诚和原因在慢慢的接触之后 逐渐对彼此有了好感 于是日久生情 两个人竟然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恋爱了 要知道按备份算 这可是自己失神呢 况且戴志诚已经结了婚 妻子也是演员 叫做杨雷 04年的时候 杨雷从春晚舞台演完回家 本想着回家搞个庆功宴 好好地过一个春节 没想到等来的 却是一份离婚协议书 杨雷知道事情后 四处求人帮忙说和 但是都无济于事 既然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22天后 在戴志诚的坚持下 12年的婚姻就此画上了句号 事情发生之后 杨雷一直陷入感情走不出来 甚至每天靠吃安眠药睡觉 在访谈中 被问离婚前就没有察觉到异常吗 杨雷称自己也想过 只是觉得戴志诚不可能做出那种事 他不可能 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这个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他们差着倍 原因又是自己很好的闺蜜 几乎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 而且两个人还差了辈分呢 离婚后的一段时间 还是力挺戴志诚的 没想到每过多长时间就打脸了 在戴志诚和杨雷离婚后不久 黄耀文和袁依也离婚了 不到半年时间 戴志诚就和袁依结婚了 虽然中间有时间差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整个相声圈都对戴志诚的做法 嗤之以鼻 唯独江坤力挺戴志诚 也难怪戴志诚在访谈节目中称 江坤就是自己的神 侯耀文被大侄子撬走媳妇之后 与戴志诚是彻底决裂 再也不谈什么托机县子的交情 有的主办方故意将两个人请来参加节目 两个人也是各演各的 尽量不碰面 离婚后的侯耀文就努力的工作赚钱 几年后买下了别墅玫瑰园 不过没多久 侯耀文因突发心脏病 在玫瑰园中猝死离世 这距离和原因离婚才仅仅三年 侯耀文去世之后 侯耀华 侯赞都来争夺遗产 导致师父的遗体不能下葬 一度还闹上了法庭 最后还是郭德纲花了三千多万 将这件事摆平 师父下葬之后 郭德纲未给师父出口恶气 便根据这段事情变了一个作品 名字就叫做《托七献子》 整个作品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这件事情过后 戴志诚的事业也受到了影响 很长时间都消失在大众的事业中 但是最近戴志诚频繁现身 还和老搭档江坤 一起上了广东台的跨年晚会 当时戴志诚扮演的是一个情感专家 这也太讽刺了 随后的戴志诚又参加了山东相声晚会专场 这次搭档的不是江坤 或许因为如此 戴志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在表演中 他感慨到 如今的相声 不仅是中老年人喜欢 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喜欢相声 这是很好的现象 虽然相声有偶像化 商业化 娱乐化的趋势 甚至有的演员还在网上走红 但这一切的变化 对相声传播都是有帮助的 这话里话外说的不就是德音社吗 如果不是郭德纲 怎会有如今的这种现象 相声娱乐化 商业化 偶样化 也是德音社做的吧 历经主流界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的偶像啊 而现在德音社在相声界一家独大 成为主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戴志诚这么说 不是在侮辱自己的神吗 不过实时务者为俊杰 江坤马上就要退休 戴志诚也该为以后着想了 这么说也合情合理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富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 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救温 第二组 最后